美好的週末夜晚 和我一起喝杯咖啡 好嗎 這裡是Shalala Cafe 歡迎收聽Shalala Cafe 我是邵萍 今天邀請到的來賓呢 過去大家對於他 張璇這個筆名跟音樂作品 比較熟悉一點 在沉澱休息幾年之後呢 現在以本名發表新的作品 他是安普 哈囉安普你好 大家好我是安普 上一次來是好久好久好久前 還是自以為少女的時候 其實像景廣現在很多的 聽眾朋友都是爸爸媽媽 安普在去年也升格成媽媽了 目前跟孩子之間的生活跟相處 覺得還愉悅嗎 還不錯還沒有太快其實就自我認同變成老娘 這樣 對就相處都還蠻平和 這一次推出的音樂影像三部曲 是從去年的Zoia到今年有外婆喬還有顯得歌唱這三首歌曲 當初跟團隊是如何發展跟構築這個概念呢 2020是一個充滿變動的一年 那在變動之前原本的計劃是希望演唱會跟專輯先做 那但是因為其實去年我人生的變動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其實後來覺得 那其實就是在懷孕生小孩的期間 我覺得其實做單曲好像會比發行專輯 就是對外我好像工作狀態也會比較專注一點 然後所以跟團隊其實剛好有空 所以其實我們就從單曲的計劃開始先做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三支單曲基本上它編曲的形式 然後要表達的東西結合的技術 然後跟影像發想的主題都是不一樣的 它比較不像是圍繞著歌手本身的形象 或者是歌手這次要打造的東西走 反而是整個團隊其實跟著我們聊天發想的過程走 嗯 了解 就是可能以往的話是比較圍繞著歌手 然後又一個整個概念來製作 對 會覺得你現在唱這首歌 你就是不可以剪短頭髮啊 不然就怎麼樣啊 或是說你一定要剪短頭髮啊 什麼 就是以前會比較 就歌手本身的氣質跟形象去思考 專輯其實應該要用什麼方式去定義或突破 嗯 那單曲的話其實我覺得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單曲就是一首歌就是一個世界 嗯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世界想要表達的每個面向 去做到就好 嗯 就是說頭髮可以比較自由一點 就沒有人會在乎我的頭髮這樣 嗯 哦 了解 其實最近剛釋出外婆喬的MV 這首歌曲是安普在二十歲的時候創作的 那那個時候是我外婆在病房的最後一兩年這樣 嗯 對 為什麼說那時候會突然想要創作這首歌曲呢 嗯 我的外公外婆是脾氣非常平和 然後因為其實有走過戰亂的年代 嗯 所以他們其實退休最大的願望就是除了種花種草種菜 然後在學氣功啊 然後我外公一輩子都在寫書法 嗯 然後他們其實過的生活蠻養生的 嗯 他們就會希望能夠有個太平或是內心安穩的晚年 嗯 那外婆喬的歌詞很簡單 是因為嗯 我覺得年紀很小的我那個時候 只希望外婆其實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聽到我怎麼去描述他們 嗯 所以就沒有 沒有想要花很多力氣去描寫他們 反而是很平鋪直序的去描寫 外公外婆很簡單 他們希望被形容的樣子 嗯 所以會提到外公寫書法 然後外婆會種花種草這樣 那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為了陪我的外婆在病房的那個時光 因為他那個時候其實 那他自己本身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嗯 但是在病房最後的時光的時候 我覺得他其實對於生命 為什麼要經歷這麼多的苦痛 甚或是這個 嗯 有時候在病房裡會有失去尊嚴的感覺 嗯 嗯 他對這個心情其實比較低落 所以他後來連讚美詩都不太聽 嗯 那 那我外婆就說 那時候他聽說我在寫歌 他就問我說那可不可以幫他寫一首歌 嗯嗯 所以我那時候就寫了外婆橋陪伴他這樣 那時候還有去燒一個光碟這樣 有我有看到那個故事 對對對 對那時候還是燒光碟的年代 對對對 對這首歌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溫暖 那其實安埔之前在一些場合上也有就是現場表演過 嗯 為什麼會選在今年上給大家一個驚喜的感覺呢 主要是 呃 這個其實也是我外婆 外婆離開18週年 然後外公20週年 嗯 所以20週年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部分其實準備好了 然後 也覺得跟現在團隊在 講述劇本或者是 就是回頭去整理童年的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終於知道我其實希望他能夠延伸出來傳遞的東西是什麼 嗯 甚過於只是要用一個少女的方式去淡淡唱一首歌 嗯 所以我覺得這大概也是最為我生命中的一個結束跟開始吧 就有時候就算在擋下創作完一首歌或是一些詞 但是可能自己心情上還沒有沉澱下來 就是了解到想要傳達的感覺是什麼的這個意思嗎 我很多作品其實都壓了很多年 嗯 然後有時候插一兩句話 覺得其實在我的生命經驗 雖然有那個觸動或是有那個體會 可是要能領悟一些事情 其實要在開始體會這件事情以後再走一段路 你才有可能回頭去說啊 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比起炸果汁我最近常常形容就是每一個人對於作品的看法 有些人是求取新鮮 好嗎? 好嗎? 私人在做什麼? 好嗎? 好嗎? 鎮上的中央有高高的月亮 村子有好人家 古老的山丘有雀儿们歌唱 寥寥中翻彩香 遥远的童年雅跌凉是天堂 三里我斜破肠 暮黑的头发是永恒的家乡 不需满满墙 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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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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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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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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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外婆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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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的书发 有古老的心肠 笑着流亡的香 外婆的华草 是南方的风光 平原正芬芳 有道外婆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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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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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音乐影像首部曲是Zoya这首歌 但其实我们当初在看到这四个英文字母的时候 会一直疑惑她真正的念法到底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我也不敢说我念法完全正确 Zoya 这首歌曲它是以毛屑的 幼体学名为命名的 当初跟团队怎么样来选定毛屑这个生物呢? 这个是来自于我跟导演 我导演就是我的老公 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算 就是私底下相处算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常常会聊一些想法 那反正有一次我带她去看我童年成长的合体 就是最早写宝贝的那条合体 现在有一个自行车道这样子 我有带她去看一个像初开口的地方 那带我去这个 她说龙蛇杂虫的板桥区晃一晃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经过板桥的一个桥底下的时候 她有跟我说以前这个桥底下在还没有变成停车场之前 所以她小的时候其实就 都是来自于非常具体的感受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拿着这个 就是我说 如果是在停车场这一整条 你看到就是很壮观 到处都是活的螃蟹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拍一个毛屑版的骇客任务 对就是你想想看那个地面上的水字在 就是有红绿灯在那里闪烁啊 就很鬼魅很像银翼杀手一样 对 我们聊一聊聊一聊就觉得 就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一些记忆 往往都是最魔幻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拿毛屑来发想 来做一个在歌词上面表现生死的一个 生死哲学的一首歌这样 那这首歌会想要传达给大家 就什么样的寓意吗 Zoia这首歌叙述的状态 大过于这个所谓的说脚 或者是说要传达什么特别的概念 这三首歌都有一种 如果听众本身对这个东西有情感的投射 那听众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宣传或者是做这些歌的方式 会让听众本身变成主角 而不是在看安普说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这三首歌其实我身为创作者 其实我是用一个比较像 国家地理频道在观察我自己 的方式再去写 所以你看Zoia的歌词 其实课题就旁观者的角色 其实是比较深的 但里面的歌词 其实都是来自于 我很自身的生命经验 比如说去基隆的海边 从日落看到日出 去体验一次日升月落这件事情 真正的生活 其实不是单纯用士农工商 可以去盖过娱乐或者是生活的方式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去找生活有特殊选项的人 所以像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发斗子 看海边的夕阳落下 然后看一次所谓的悟幻星移 所以你会看一整个下午吗 还是一整天 一整夜到早上五点钟天亮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种生命体验并不是硬要去找 或者是并不是很少见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其实喜欢出海钓鱼 那有去钓鱼 或者是有过这个在海上这个就是 生活 你就会发现 其实那可能是他们最真实的生命的感受 就看一次悟幻星移这件事情 Zoea其实大概就是截取了这些 我生命里面一些很特殊的时刻 对于生死的一些看法 像你刚刚说就是以听众为主体 就大家在 不管是看影像或是听歌的时候 可能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 那有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去解读 对比较不像是我做好一个冰淇淋 然后问有没有人要买 应该是说比较像是 我写好了一首歌 然后放在那边 但经过的人如果觉得 我很想要留下来多看几分钟 那你跟这个作品 就会产生你们自己的关联 就有自己的一个连结 而且我觉得其实看第一次 听第一次跟后续几次的感觉也不一样 或者你今天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感受到的也不太一样 对 我就会希望这三部曲的计划 这三首歌 能够让别人知道有这些歌的存在 但有一天其实 各自的生命经验可能走到哪个转角 突然发现那句歌词对你有意义 就很棒 继续来听到安普的第二首单曲 这是Zoia Zoia 它们从此以后疼别 存在于万物中的万万千 生死是无需书写 我们绝不自觉在被送的书言 谁都能够完整的实现 明明承诺的也只是这些 明昏月灯灯灯灯烧出明明的光 月色相命被说唱 明昏月灯灯烧出明明的光 月色相命被决定 明昏月灯烧出明明的光 明昏月灯烧出明明的光 唯人真多不凡 無笑無邪 詞曲 李宗盛 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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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曾看見 時空是很長 落空 瞬間的已磕藏 也就去暈眩 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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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才發現 一句是奇蹟 風卷是眷戀 我曾經 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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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眩於那些時間 我們曾各自渴望的世界 最後才一起 老去的瞬間 最後才一起 老去的瞬間 愛情才能是死神中最長的一片 愛情 前阵子发行的第三部曲是显的歌唱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显呢? 显对我来说算是一种比喻 就好像我早期有一首我自己蛮喜欢的作品 叫《牡蛎之歌》 也是拿牡蛎去做比喻 那应该是我觉得我算青年或青少年时光里面 大概自己觉得写的最 我自己觉得最认同的作品之一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拟人画的方式 其实有点像是拿我自己会观察的动物植物 拿各种生物的姿态或者是生活的状态 去做一个依所预言吧 政治的爱情的或者是人际关系之间的依所预言 那你自己小时候有养过什么生物吗? 我有养过一个玻璃缸的蚯蚓 真的喔? 我小时候很喜欢一些别人好像不喜欢的东西 对就是因为小时候跟着外婆 外公生活 然后在内湖的野山上面 我就是天天会去陪外公外婆打坐 教花种菜 所以我觉得童年的体验对我来说最难得的是 有一些场景现在描述起来 对别人来说会很不可思议 但那就是你小时候刚好有缘 可以用那个生活方式去体验 比如说几十万只的蚓一起叫 然后叫到一个你知道就是蚓声会彼此呼应 然后他们会开始趋于一个频率的 就是最急促的最大话 然后突然一瞬间就停了 他们停的那一瞬间是怎么的? 因为以前我也是在夏天的时候会 听到很大的蚓名声在我爸爸的学校 然后他们也是会脱壳什么 但是就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突然集体停止的这种 蚓名叫其实有几种状态 你问了一个超好的问题 但我突然就不敢回答 我不确定我理解是不是 没关系 可以去偷查一下 然后尽管如果有粉砖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知识 剖在上面跟大家说 好 我再去查询之后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 那这首歌曲其实后面有一直 就是重复的唱出 You are perfect to me 它是想要鼓励吗? 还是怎么样的哲学思想呢? 其实You are perfect to me 我觉得这句话批判性很强 我自己觉得啦 因为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显去代表 或者是比喻一个天地万物在看着人类的种种行为的一种眼光的话 那You are perfect to me 意思就是说 有一种whatever you say 就是有点像是人总是 人总是不断想要找出一个道理 然后或者说要找出一个可以去遵行的道德 或者是一种法条 去解释自己行为的好坏 所以人类其实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 永远都在鼓吹某一种阶段性 这个洗脑大家要去认同的好意 但这个好意造成了我们不停地在追杀不同的人 也许可能比如说几十年回过头来 我们就发现此刻眼前的道德 然后诉诸的道德高度 其实很大分 我们排挤掉这个社会各种不一样生活状态的人 包括不同观念不同种族 或者是对于生死持有不同想法的人 几十年后我们就会发现 现在其实是老旧的 但是人类当下都会觉得 我的道德是永垂不朽的 或者是老祖宗已经验证过几万次的了 就是说好像是现在做什么才是对的 什么才是不对的 可是很久之后 我们这些观念可能都已经是过去的 对的一个想法 我之前看一本书在介绍 就是一些医学的演变史 然后其实你知道进手术房 或者是在病房里面洗手消毒 这个也不够就是四十年的事情 四十年前开始吗 对 其实在那个时候之前 尤其是比如说欧洲 其实产妇 孕妇 其实在生产过程里面有一个叫做床入热 就很容易其实生完小孩 其实就因为受到感染就走了 然后那个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 有一个医生一直很想要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其实也是顺利生产的孕妇 或者是妇女 就还是很容易去世 后来他发现有可能其实是 有可能是我们身上带的病菌直接感染 所以他就鼓吹要洗手这件事情 他后来还一路被各个医界封杀耶 为什么 很哀伤的去世了 是因为就大家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就当时的医疗观念会觉得 你在挑战我身上很脏 那对于别的医生来说 这是一件很可恶的事情 哦 嗯 所以大家反而很抵抗这个观念 但是到现在才知道 其实这样才是正确的 对 但是他后来自己经营的病房 的确床入热就是下降到 那个程度其实大幅的减少 嗯 他后来才变成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尝试 或者说现在使用的观念 但在那之前 这个医生其实在他那个年代 承受了超多压力 论文也被封杀 医院也被破关闭 没有朋友 而且对 就是跟他同业的人 还把他当作一个很恶劣的人去抨击 有时候都要经历过很久之后 大家才会可能去接受当时的观念 是正确的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故事 或者说我做过的一些新闻功课 就常常在提醒我说 人类自以为现在好像已经够博学的 对于科技医疗或者是道德 或者是哪怕是玄学的部分 我们很少提醒自己跟别人 我们都不是最新或者是永恒的 我们并没有抓到永恒的真理 我们只是站在时间 或者是人类历史相对面上 我们是比较新的一种想法 但这个新很快也会变旧 或是会因为更多的资讯进来 我们如果不能随时去了解这些观念 或者是去更新自己 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手持着 就是我们要维护传统道德 我们要维护科技至高 对于人类来说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以至于我们反而会在中间 追杀很多我们其实很需要的东西 或是扼杀一些想法或是人 对 所以You are perfect to me 其实算是一种批判或嘲讽吧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做都是对的 那你觉得你是为了什么东西好 所以你就把东西 一个东西给杀光光 好 我觉得你这样OK 你这样很好 你这样很好 你开心就好 对对 然后如果说你讲说 人类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这样想也很好 事实上也许 有没有可能人类都是在自言自语 或者是我们都在想尽办法维护我们自己的论述而已 这样 有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就是透过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可能去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者这个世界的一些现象吧 对因为人类越来越不能够容忍混乱 不能容忍不在这个游戏规则里的一切 但是这个我其实觉得 这件事会让我们其实 越想要当一个好的生物 利益良善的生物 我们反而有可能越活越封闭 或者是越来越难以了解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听这首歌曲到后来 觉得唱唱有一点金句的感觉 然后后来有人这样跟我说 但我其实原本想要模仿的是海妖的声音 可能对大家来说海妖跟金句很像 海妖是什么 美人鱼 古代传说美人鱼其实是妖怪啊 然后美人鱼要发出很尖锐的声音 所以你是有上网查它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吗 应该没有人录过美人鱼的声音 就大家有模仿所谓 随手听过的那种 美人鱼妖怪的声音 你可以去看迪士尼的那个神鬼奇航的系列 好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美人鱼变妖怪 然后没有发出 嗯嗯嗯的声音 这应该也是想要模仿 那个美妖的声音 但是后来就大家可能就觉得 好像有一点金句的感觉 对但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 精神状态的仪式吧 就是那个合音其实仪式感比较重 嗯嗯嗯 那又有趣的是呢 有粉丝留言说听完有一种被超度的感觉 他的意思就是 教安普在念经 但是还有人说 安普啊终于你总算接受你作为救世主的使命 就是大家就是各式各样的留言 这个人想太多了 但是谢谢他 谢谢他 他们就有时候听完可能会觉得 有一种心灵被洗涤的感觉 然后就算好像听几次还听不懂 我这半年大概就是处于一个 哀惊勿袭的状态吧 我觉得台湾其实在此刻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一个台风眼的中心 是一件奇迹哦 嗯 但我相信其实就是去过法国两万次 去过纽约两万次的人 应该有机会见到此刻的其他国家的城市 都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嗯嗯嗯 那所以我会觉得啊 活在台湾就是要保持哀惊勿喜的状态 嗯 然后现在这个时刻很需要我们不要用 继续用八卦或绯闻的方式看国际新闻 嗯嗯嗯嗯 而是多认真看一看 这个世界真的在各个角落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 这种东西就是 像赛翁师马烟之飞福 但是每一件事情其实翻面过来 他的好也就是他的坏 嗯 那我们此刻的某一种社会稳定 或者是本土安全 也有可能也会 也会让我们变成在政治上面 变成一块肥肉或虫码 嗯嗯嗯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继续在变动 那我会蛮希望能够跟着我身边的人 或是跟着我自己生活成长的社会 一起再去看一看 接下来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能往哪里走吧 嗯 我觉得娱乐业基本上也受到很多很多影响 对 大家发表或是宣传 甚或是收入来源的模式 我觉得其实一下子恢复不来 嗯嗯 所以我也不会想要急着要恢复以前收入来源的方式 反而是趁着现在多想想看 这个除了充实自己 嗯 继续做音乐以外 那其实对外发表 或者说这个网路资讯哦 的现象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观察吧 我会很很希望就是台湾也好 或者是这个世界能够走到有一天 人与人还是可以聚在一起听歌唱歌这样 当然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可能身体健康啊 然后就持续观察一下现在的社会现象 然后也不要去急于评判一些国际上的事情或是国内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自律其实是照顾自己很重要的观念 嗯 然后它不是用来追杀别人的工具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我们很危急的时候 嗯 与其就是一直去追杀就是没有合群 或者是好像很状况外的人 嗯 倒不如我们其实真的 我们真的很值得趁着这个危机 让这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往前再推进一步 然后把你觉得其实应该是基本尝试的东西 变成一个真正能分享的观念 嗯 去让别人也能受惠就好 嗯 希望可以多一点的温暖 多一点平和看待别人的方式吧 好 那我最后想要跟安普分享一个 关于拥抱与祝你幸福的小故事 哦 对 就是当年你在高雄潮水争演唱会之前 有在四四南村一个小活动 对 然后那活动之后呢 就说可以在门票上面 演唱会门票上面 哥哥有特别过来帮我站台的那一次 对对对对 对 他那时候很担心就是我 我会跟他借钱 因为他眼看我演唱会 基本上就要破产了 然后呢 后来我就跟朋友一起去排队 我们有参加那个活动 然后看到你我就很开心 我就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然后你就非常温暖地说可以 我们就拥抱 那拥抱之后我就说 祝你幸福 你一定忘记的 但是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美好 跟忘不掉的回忆 谢谢你 那希望你知道这个 我后来有很努力 嗯 有有有有 我有完成你的祝福 有 就是现在也蛮圆满的 就是在一切上面 对啊 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每个认出我的人 你愿意跟我讲 让我觉得好感谢哦 嗯 我觉得有时候在生活中这些小故事 就对我们来说也是蛮大的一个能量 我这几年 常常会想起我最早出专辑的时候 有在清水休息站 办过一场演出 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清水休息站那一天的夕阳 然后有来的那几千人 还有爸爸妈妈叫 就带小孩子过来 就签宝贝那张单曲的CD 哦 对 就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好像是 就算过了很久之后 你还是会记得 当下那场景跟感觉 对 谢谢大家 让我的生命 美好的地方 比空白的地方多 嗯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安普 来分享你的新单曲 谢谢小萍 谢谢 好 那拜拜咯 拜拜 拜拜 任爱轻易转转移成身旁 我永远无陪待接受它 任命无后恨人生光 从此句听不讲 那是你 我想念那晚雨的终门上 走不走在光天花日之下 夜中间的爱与你声响 一厘海洋 朝日不晚来抓 也许是那么想 一厘海洋 夜中间的爱与你声响 你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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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曾经鄙视的远方 让现在上演唱吧 我落在地下满旁的铃鸯 轻轻开满一朵花 转发 转发 藏长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